第27题,27、28题是体主 在食物的保存的原则,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易腐败 达悟族人住在四面黄海的蓝羽 在对于海洋有着浓厚的情感 而在海洋中悠游众多鱼类之中 唯独对飞鱼情有独钟 对保存食物也相当有自己的一套 达悟族使用飞鱼的方式是先将飞鱼制作成鱼竿 其制作方式步骤如下 一、飞鱼捕捉后直接在岸边将鱼鳞刮除干净 二、将鱼内脏跟鱼卵清除干净 三、用刷纸沾盐涂抹鱼生 这样抹得盐较均匀 其制作鱼竿的目的是为了想到较长久的保存食物期限 请同学回答27、28的问题 第27题是问 有关于当食物内的维生物急需繁殖 就会造成食物的腐败的认知下 我们为了延长食物保存期限 有以下甲乙饼三者的说法 何者正确 甲 家中有太多的芒果 一时吃不完放入冰箱 是属于以低温抑制维生物的繁殖 这个叙述当然是对的 冰箱就是靠着低温降低反应速率 使我们食物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假的说明是对的 一、坊间的密件大多是以密封包装和腌制来保存 密件当然就是用腌制来加长我们的保存期限 加上密封包装当然就可以使保存期限变得更久 你的叙述也是对的 并为了保存茶叶 常会密封且抽真空包装的方式来保存 这个说明也是对的 所以甲乙饼的三个说明都是对的 第二期题问我们说 有以下甲乙饼三者的说法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饼